大家好,我是老贝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 青椒羊肉 这道菜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做法 我这里准备了一些牛肉末 和一些烤小卤猪的 之多剩下的熟的猪肉 然后大蒜和生姜 准备了两个大的青椒 一般做这个青椒羊肉 大家都用长的小青椒 我那喜欢用大青椒 我这里先把小卤猪肉切碎 切成末 然后放在盘里面和牛肉末放在一起 然后把生姜也切成末 把大蒜也切成末 切得细一点 切好的生姜末大蒜末和猪肉末 牛肉末放在一块 搅拌一下,搅匀 然后倒些酒 倒些生抽 倒些蚝油 然后再倒胡椒粉 胡椒粉可以放多一点 然后我放一个鸡蛋里面 有的人只放蛋清 我喜欢全部放一个鸡蛋 然后放一些生粉 然后用勺子充分搅拌 尽量这样 都先进行充分搅拌 多搅一回 下面来处理生姜 青椒 我把青椒一切生 然后去掉里面的纸 这个青椒只去掉 当中的痕 当中的筋表去掉 待会晒露馅的时候 能更好的黏糊 有作用的 然后盆子里放一层薄薄的生粉 青椒的内壁里面也抹上生粉 这样便与肉馅放进去更好的粘连 就像这样 内壁都要抹上生粉 尤其这个是大青椒 一定要把它抹好 然后塞肉馅的时候 能更好的粘粘住 肉馅像这样放进去的时候 要用调跟压一下 每块青椒全都是这样 放肉馅 放好以后 放在铺上生粉的盆子上 像这样 把它塞紧抹平表皮 正反面都是这样 这个火干的细心一点 做了好一点 煎的时候 肉馅不会掉出来 因为这个青椒比较大 所以做了仔细一点 不会好 通通弄好以后 把上面再铺一层生粉 像这样 都准备好了以后 我准备一煎子 不粘锅加热 放入油 油温差不多到四层热的时候 放入青椒煎 火调开得太大 差不多了 煎得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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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中煎得太大 煎得太大 煎得太大 要把青椒煎凉 做些小鍋 先翻过来 才是中小火煎得太大 煎得太大 一分钟多 然后加调料 先加蒸抽 再加蚝油 然后喝一下青椒 然后加些白糖 加些白糖以后继续开中火 烧 这时候再加一点醋 再加一些醋 然后继续蒸火 然后盖上盖子 再烧三分钟 三分钟到了 我们先开盖子 然后继续用烧烧 差不多这时候青椒两个钟 把它先拿出来 然后以后先把青椒两个盘装好 拿出来放在盘里面备用 然后把剩下的汤汁加一些水电 调成糊状 不要调得太厚 多一种糊状就行 倒些麻油增加香味 继继续调好 调好的糊 直接浇在青椒娘肉上面 这道菜 这道菜很多国家都有不同的做法 唯一相同的都是青椒里面塞不同的肉 有鱼肉有虾肉有海鲜 或者其他什么东西 我这个今天里面只塞了牛肉末和猪肉末 在上面我放一点胡萝卜末 熟的胡萝卜末 点缀一下 一道青椒娘肉 棕色的青椒娘肉就完成了 吃上去鲜香美味 大家看一下 做这道菜的关键是 像用这种大青椒做的 关键是肉一定要塞紧 然后前面的鞋工作要做好 这样煎的时候不会散掉 我们把它切开来看看 用勺子切开 里面的肉还很嫩 吃的时候蘸点汁一块吃 非常的鲜香美味 很多人都很喜欢